这些女子通常相貌较好 深受达官贵人的宠爱 同样这些女子一般身份低位 没有什么话语权 其实真实的古代青楼女子 并不像电视剧所演的那样 只会陪客人聊天喝酒 而是大都有一些才艺 比如琴棋书画等 在古代 昌和记是不同的 给客人表演才艺的叫记 卖艺不卖身 只有长期陪伴男人 与床地之间的才叫昌 青楼这个词 原本指豪华精致的雅舍 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 如禁术 居允传 南开珠门 北望青楼 因为后来这些风月场所的装饰 也极为精致 所以久而久之也称为青楼 1871年 广州花船又称水上青楼 纯粹做皮幼生意的妓院称为瑶子 档次较低 青楼女子大都是家境比较贫寒的 古人的孩子都比较多 很多家庭都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 而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 所以很多女孩都被家里卖给了人贩子 人贩子则会把女孩卖到青楼里完成交易 除了这些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家里获罪 被迫去到青楼里 很多影视剧中不也有这样的桥段吗 大官的家中被抄 家里的女眷就被流放到烟花之地 还有的就是被敌军掳走的 最后沦为青楼女子的 将北宋的靖康之耻 被金人掳去的嫔妃 王孙 公主就高达数百人 加上其他宗室女子和大臣女眷高达万人 裹着三寸金莲 农庄叶母却谈不上娇艳欲滴 与影视剧里的青楼女子还是相差很大的 其实大多的青楼女子都很有才气 为了迎合客人 很多青楼女子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除了样貌 很多人也是奔着他们的财气去的 青楼女子的地位都非常低位 不管你是异己还是什么 基本都没有什么话语权 而且动不动就要被责骂 对于爱情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 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 即使他们被哪个大户人家的公子看上了 也没有办法成为夫人 只能勉强当个侧室 或者被带回家中 当个服侍丫鬟 比如清末至民国初 铭记杨翠喜 十四五岁便出落的丰戎胜病 圆姿如月 当年李叔同每天晚上 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 为杨翠喜捧场 散戏后便提着灯笼 陪着杨翠喜回家 不只是为杨翠喜解说戏曲历史背景 更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 对杨翠喜而言 李叔同是他亦师亦友的至交 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鸯 共蒙一生 但是最后也不过是一位而已 李叔同成了红衣法师 杨翠喜被权贵买走献给了王爷 今后的生活可想而知 除了在青楼礼服饰客人 有时候他们会被叫到大户人家 用来消遣陪酒 但是他们是不能够从大门进去的 必须由车夫推着从后门进去 之后再接赏他们送回去 他们这些人的一生也是很凄惨的 因为这也算是年轻犯 所以很多人都必须要早早地 给自己想好后路 要不被人熟除 要么最后成为新的老宝 就像清末民初的赛心花 他一开始就是在上海滩苏州河川上 从事娱乐业 后被状元红军看中 纳之为妾 算是从良了 红军做欧洲四国攻使时 赛心花陪着他出国 不过好景不长 红军病死了 于是赛心花溜出家门 跑到上海重操旧业 又辗转天津 北京等地 其实他们也都是可怜之人 无可奈何 身不由己 一身才华却只能笑脸迎人 成为别人谈论的话题 和他们相比 我们真的是幸福太多了 感谢这个平等的年代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 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